位置在鴻磡,前面有個地方叫海日坊 這裏原來是中電的一些寫字樓 原本想要先去對面的公園 不過在後面過馬路的時候 一來就來到這邊,就來到這邊馬路 不如先拍一下吧 後面,鴻磡村 離遠,好像見到河文田的地站 不過,這裏有點距離 好了,先報一報時 今天是2024年,10月17日,時間11點49分 剛才留意到這條街叫大環道東 這裏是做什麽事呢? 可能看不清楚招牌了,海日坊 下面的那間UCC 完全未來過的 有個Education 我猜會不會都是一些民生所需補習社 興趣於醫務所、閃後法等為主呢? 這裏... 招勤租還是怎樣的呢? 麥當勞 留意到,他有些位置在外面 K-pop Juniors UCC 那裏也有些位置在外面坐的 感覺頗好 賣零食的 接著,然後... 短髮 就像是 那個是... 東南亞店 來的 下方的一個讓小朋友玩的地方 有一些小朋友的機動遊戲 保安员位置没有人 有三层 留意到下面有好多贴纸 通常都不会是好事 有两个摊档仔 不过好像没有租出美联中原 这里租无热线 只能租长江实业 这位置出来了 应该是这间日本餐厅的 这里是油焦租 不知道会太早 11.52分 店铺还未开 双式冰室 这几部升降低 很英俊 有豪宅的感觉 Starbucks 的位置 也是这样出来了 我想我有少少低估了这个商场 韩国围棋道场 我原本以为它的范围是小一点的 可能一层两层的公仔 美容屋 玩脚仔 工程公司 这是幼稚园 这是幼稚园 洗衣袍 兴趣班 这边 又有招租 这样做 这边很大 賣眼鏡和地產 剛才路過保安院的位置 所以低調了 這裏應該是海一豪園的住宅位置 一進來就有一個噴水池 看一看扭境 不算很高 算不算是低密度的註冊 原來是拉 這裏又招租 留意前面這個方向 有一個舞台 照租店舖數目 真的不算少 雇傭公司 先進去 有得上 有得上 這個位置 如果是 商場做得好 應該這個位置都被租出做廣告 不會買自己的廣告 叫人招租 市頭髮 市頭髮 租務處 這裏沒有燈 這麼大的店舖 之前租 身後也是 有個位置可以坐在那裏 Fusion CF市場 還有CF市場 也算還好 近來好像在粉嶺聯和區附近 應該有個商場 連CF市場都倒閉了 那裏的居民應該都 相當麻煩 OK便利店 日盞 又有另一個出入口位置 不過出來 我也不知道自己去哪裏 是工廠位置 現在餐廳也是有些位置可以在外面坐的 吃過飯都五十幾元了 燒美飯五十三 可南雞六十五 便不算特別便宜了 這邊 這麼多人走 去哪裏 原來是停車場位置 沒什麼看 看來 這間CF市場不算很大 這間CF市場不算很大 燒租熱線 21288838 都幾多個八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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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太好看 好看 你很快 好看 你很快 不可以的 严禁吸烟,当然 私人地方的海旁位置 这里不可以垂钓,严禁任何垂钓活动 凭钓就不知道 对面,启德邮轮码头 也是启德 这边已经是工厂大厦 顺便看看海一豪园的扭景 有一个喷水池 感觉挺漂亮的 不如走过去看看 下面有一个洞 千万不要掉下去 这个位置很舒服 那边还有条桥 应该不是炭色桥 应该不是炭色桥 又有超租 又有超租 ABC Pathway 再上了 留意到上高有间 叫海一王宫大酒楼 上边那一层 不知道会不会是 只有一间酒楼 不管怎样都好 我已经低估了这个商场 我原本以为 这个商场可能 五分钟左右已经拍完 不太好看 这个位置很漂亮 待会下来的时候 应该会拍得更好 一些 楼底都算高的 中电的办公室 上高应该算是 中电的办公室 感觉似是 这边 这边 看来有些 Event 正在做 包场 这边 一间 两间 三间 四间 五间 五间 智能租 中间有一间 是 补习社兴趣班 红色挺漂亮 这个位置 这么漂亮 真是一个高级商场的感觉 这边 又有一间 两间 三间 四间 五间 智能租 中电办公室 铁钢 铁钢 赶紫 只好一切 铁钢 很高 格不ā 放弃 又有另一隻屁屁熊 這邊還有店舖 這裡是知人租 沒有路了 前面有一間學類似跆拳道的東西 上高落,看一看下去 這裡絕對有大商場的感覺 這裡真的不錯 看起來很漂亮 長實旗客,原來是一個子彈升降機 這麼漂亮 竟然是用來運貨 這個升降機很漂亮 感覺上,這裡有機會 是一個一時無量的購物場 類似 在南區智庫廣場那些 那邊是酒樓來的 這個位置 相當唏噓 相當唏噓 好,繼續走 應該都拍光了 對面 對面 又不是整個酒樓都租了 有很多位置 設定燈 都是跟附近的 是否跟附近的 месте kok 有 fandom 入牲 這是推銢 那裡有汽紅 awareness 看看天花板在上面 這個位置很英俊 子彈升降機 很漂亮 拍子彈升降機的位置 可以嗎? 看看天花板 漂亮到這裡 我想這個商場是其中一個 我看過招人租的店舖數目最多 加麦當勞 12.09分 這麼多位置 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稍後去那裡吃一吃 UCC 開了 這個自動門開的 沒錯 沒錯 好了 完了 這裡零然有一種唏噓的感覺 外面還有一間店舖 也是中電來的 好 稍後我可以去對面的公園 對面的公園 感覺上好像挺漂亮 很有中式的感覺 好 我們下段片再見 至少客人呢 Вот 因為這一個是海日坊 海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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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商場 我們下段片再見 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是不是猜不到真的有海蛋呢? 好了, 先吃蜜當勞 坐下了, 選一張小桌子來坐 有食物吧 好了, 吃完了 這間蜜當勞也算是這樣 如果只是以蜜當勞來說 10分, 我想我都給到8.5分 好了, 走吧 繼續拍片 再補一個鏡頭 原來他們的門口是這樣 真的挺帥